众所周知胡人昨天在主场与森林郎进行了一场比赛,并且以114比110险胜,胡人能赢下本场比赛和刚刚加入他们的老将前德勒有很大关系,特别是比赛最后时刻,他抢了重要的三个前场篮板,并且还成功干扰了一场比赛。 罗斯最后的三分绝杀,所以才是胡人在主场有惊无邪的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但是对于罗斯最后4.6年的的三分绝杀一球有很大争议,在罗斯完成投篮后认为前德勒打手,但罗斯向裁判示意犯规时,裁判却选择无视。 若罗斯获得了三次把球机会,他有可能把底风翻平甚至翻超,就在质疑生不断的时候,NBA官方给出了昨天胡人与森林郎比赛的录判结果。 据裁判报告显示,昨天全德勒最后一次防守没有对罗斯犯规,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全德勒身体没有前倾,并且在罗斯投篮之前没有干扰动作,直到在罗斯完成投篮后才有一个机上的动作。 所以这并不算犯规,但尽管是这样比赛中还出现一次关键性的漏盘,官方表示全场仅有一次漏盘出现在比赛。 因为他们将把底风翻超,进而就可能带走比赛,可见胡人能拿下本场比赛和猜判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但无论怎样比赛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必太过纠结比赛的输赢,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期待两支球队会在余下的比赛中打出更精彩的表现吧。